转眼的新学期已经开学半个月的时间了 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依旧牵动着大家的心 9月12号 奥运冠军李小鹏现身上海静安区体会学校 和那儿的小朋友们度过了愉快的下午时光 其实我自己玩得蛮开心的 我跟他们一起玩乒乓 然后打那个溜溜球 然后包括刚开始骑那个单车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的这种笑容 我觉得是体育能够带来的一种魅力 虽然李小鹏早在2010年就已经宣布退役 但现在的他自立行间依旧不理体育 更是从事者与之有关的事业 这一次来到静安区体会学校 也许这里的孩子和正常孩子相比 有一些些特殊 但他们也有着各自与众不同的天赋 这位12岁的同学 已经是特奥会滑雪项目的运动员 前不久所做的滑雪画作 更是拿下了儿童绘画大赛的名次 帮他算了一下 你说12岁 那到了2022冬奥会的时候 他就18岁 我就想想我自己 好像这个时间就是这种最好的年纪 才能奥一回 我说要不要给自己定一个小小的目标 看到身边茁壮成长的少年们 李小鹏也回忆起了自己的18岁 满怀冲劲满腔热血的运动员时光 18岁很年轻然后很有冲劲 特别有想法 需要给自己能够在这种世界的舞台上 能够去参与去锻炼 也希望能够当世界冠军 因为在整个我的体力生涯当中 李宁一直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觉得他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 以体操王子李宁为目标 李小鹏的野心不小 而他的实力也足以撑起他的野心 2000年 李小鹏率领中国体操男队 获得了悉尼奥运会团体冠军 各是以9.812的成绩 获得了男子体操双杠冠军 迎来了运动员生涯的第一个巅峰 刚开始是觉得能够参加奥运会就不错 当然那个后来就也是很幸运 能够有好的成绩 一步一步地去朝自己的领向 去偶像去努力 我觉得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如今成功拿下16个体操世界冠军头衔的李小鹏 早已退役 但他依旧在用自己的能力 为体育事业献一份力 其实也是一直都有参与 从退役以后 也是希望能够还是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贡献 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一种 这种体育精神去感染青少年 娱乐新天地上海采访不到 就是我们在里面的旅餐 让灵命高 那么多两个人